為日本在311地震不幸喪生的人民默哀一分鐘之後 數千民眾和環保團體開始走上街頭 要呼籲社會看清楚核電危險的本質 而來自蘭嶼的民眾也痛批 政府把核廢料放在偏遠地區 讓他們承受污染的代價 他們希望台灣人民了解核電不是乾淨能源 而來自核四廠附近的居民也重申 台灣如果讓核四運轉的話 將來不只供料居民變災民 大台北地區民眾也無法幸免於難 為了凸顯核災來臨時 誰也躲不了輻射污染 有型隊伍停在台北火車站前鋪接抗疫 而最後隊伍前往凱達格蘭大道 由原住民朋友帶領大家圍成一個大圈圈 象徵著歸零 綠色行動聯盟表示 為了避免重蹈日本福島核災復撤 台灣應該追求非核家園 而遊行的主軸就是要核電歸零 如果我們不把我們些承建歸零 不讓核電歸零的話 那如果核災發生的話 那恐怕台灣一千都會歸零 環保團體選在日本311核災滿週年遊行 希望社會重新檢視核電的危險性 改變態度 從節省用電到開發自身能源 才是走上環境永續的道路 記者林靜門 印磊琪 台北報導 記者林靜門 印磊琪 南情 如果接種會重新檢視